大脚新讯息 我们知道 当悲剧发生在你们的地球母亲身上时 找个人来指责是很容易的 这是一种自然的倾向 我们知道 每当发生任何类型的灾难时 都会有很多人相互指责 对于地球上发生的任何灾难性事件 你们都会有关于它为什么会发生 以及谁应该受到谴责的理论 现在 从我们的境界来看 对你们所有人来说 更重要的是要看到 地球上发生的任何事情 或者在你们的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情 都能从你们身上带出更多的爱 疗异 同情和宽恕 当地球上发生悲剧性事件时 总是需要这些美好的品质 光知工作者需要超越阴谋 理论和猜想 这样 传播给所有受悲剧事件影响的人的爱和疗愈 将近其所能为所有受影响的心灵带来平静 而在相互指责和谴责中 没有平静可言 尽管很多人觉得有必要这样做 以防止悲剧在未来再次发生 但他们不明白实相是如何运作的 他们不明白实相总是共同创造的 因此找出任何人来指责 并创造出更多的受害者和肇事者的那种三维意识 是徒劳无果的 你们现在正在走出那种意识 你们更多的作为一个集体走到一起 用你们的同情和理解来支持那些受到悲剧和创伤影响的人 如果有人在某件事情上有过错 那么为了真正提升你们的意识水平 你们必须在自己的内心找到宽恕 宽恕是在你们接受 你们和解 你们处理完自己感受到的情绪之后才有的 我们知道 地球上被创造出的一切都是为了体验 为了情感 为了演化 这不是一种学习经历 当发生的每件事都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目的时 这一切并不是要你们通过头脑思考 来弄清楚如何可以阻止某件事情在未来发生 更高的目的总是关于把你们聚到一起 这始终是关于团结的 当你们专注于如何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如何能将人们团结在一起时 你们就会明白这一点 再说一次 责备和指责都是与分离相关的 当事情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 这么做都是在化沙为戒 而你们 作为觉醒的集体 在地球上是为了超越这个层级的意识水平 成为那些为更好的新的地球体验而持有空间的人 与此同时 在你们所在的地球上提供同情 疗愈 疗愈 爱和宽恕 因为从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来看 这就是为了提供服务 为了帮助你们的人类同胞治愈 他们在经历悲剧或创伤之后 需要治愈的东西 你们所能做的一切 如果你们是其中之一 那么你们也有必要关注你们的感受 你们的想法 你们的信念 你们如何从这一切中治愈 以及你们如何从任何所发生的让你们泪流满面的事情中 构筑出新的东西 无论发生什么 你们总是注定要从中共同创造出更好的东西 当没有抗拒时 当没有更多组织的能量需要释放时 当你们能看到悲剧未全人类 所创造的更光明的未来的可能性时 你们可以 也会这样做 正如我们所说的 这是你们作为觉醒的集体在地球上的工作 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这也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但这是你们报名要在这一生中去从事的工作 我们是大脚心理社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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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